他为了改变家庭状况,跟着两个外乡人去学受医,结果成了开国将军赵洁,每个开国将军都是一部传奇的小说,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开国将军也一样,据说他参军还是被骗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? 赵洁1913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商城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,没日没夜的为地主干活,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他9岁的时候大哥和大姐相继去世,二哥又称为了上门女婿,虽然家庭人口少了,但是境遇并没有改变多少,从小赵洁就为地主加法牛,挑分等等等他14岁的时候,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外乡人, 和赵洁攀谈的时候,他们了解了赵洁家的情况,对此表示非常的同情,并询问他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学受医,但是因为赵洁太小了,他们在四年也就是15岁的时候,把赵洁带走了当时让赵洁没有想到的时候,他这一走阴差阳错的情况,夏居然走向了革命的道路,开始了他的新的征程 1928年,赵洁参加了中共工农红军 1932年,19岁的赵洁,正式成为了一个共产党人 赵洁经历了土地革命,抗日战争,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一个红小鬼,一步步走向了后来的开国将军 从一个普通的士兵,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指挥员 1955,他被授予少将军衔970年,他升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一,982年退休后赵洁一直为宜蒙山区的建设 而奔波1996年赵洁因病逝世享年83岁